一,宇宙,说实话,我经常感觉到宇宙,其实就是一个有生命的在体,好比我们人体,或者某种动物,植物体内的一个细胞,每一个细胞就是一个宇宙,而我们,也许比病毒还要小很多很多,也许是矿物质,但白质,如果有一天,我们科学的发展可以穿越宇宙,我想,应该是又进入了另一个宇宙, 仿佛从一个细胞进入另一个细胞,说到这,可能有专家科学家专业人士,对提出质疑,OK,我接受,我说了,只是假设,只是想法,但是以现在的所谓科学,根本什么也解释不通,太阳系都没有答辩,更不用说银河系,和外星系了,我们人类,一直以为我们是最高等的生物, 在地球上的确如此,我们活在三维空间,但是我们又怎么能知道,是否有此为生物,动物的存在,打个比方,以为的树,它不知道存在二维空间,它只知道伤语下,它不知道存在于二维空间的蚂蚁,蚂蚁,直到上下左右,它有平面了,不知道生活在三维空间的我们, 我们的空间是立体的,独立的,但是,我们怎么就敢说,没有三维空间,没有四维空间,科学实验证明,用三维空间来衡量宇宙是远远不够的,在宇宙中目前已知的,可能有多大十三维空间,怎么就能说,我们是高等的,我们是唯一的,而UFO,外星人, 目前UFO,外星人造反地球的新闻层出不穷,当然有大部分是假的,但是有一少部分,以现在的科学无法解释,当然,我不否认有真正的天外来客,来自遥远的外星系,我是这样想的,是不是也有一部分的UFO,以及外星人事件,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自己,不是现在的自己,而是未来的人类,我们现在已知的最快速度, 是光速,每秒三十万公里,相对论,我相信大家都能知道个大概,一般来这个八道都能知道一案,但物体以光速,或接近光速运行时,时间会发生扭曲,时间旅行在理论上成为可能,看过一部纪录片,转门讲的时间旅行,不过只是讲去未来旅行,没有回到过去,如果绕着地球修一部光速列车, 这辆列车,一百分之九十九地九九的光速运行,转着地球一圈一圈的跑,平均每秒七圈,运行一个星期,这辆列车的乘客下车的时候会发现,外面的世界已经是一百年之后,可能又有人说了,不可能,没有物体可以超过光速,不可能,人类造不出这样的列车, 其实,我想说的是,没有不可能,一切都是有可能的,只不过以我们目前的科学程度来思考,是不可能,一百年之后呢,一零零零年之后呢,我相信,你如果能回到过去, 不用太久以前,三百年以前,你跟曾经的人说现在的世界,说满天飞的是几顿,几十吨重的铁,将去十万八千里,拿两个快快的东西就能通话,甚至能看到人,告诉他们,我们已经可以离开这个世界,可以去往外太空,他们一定不会相信,他们会说你是疯子,他们也是不相信, 就跟现在的我们一样,谁知道NNNN年后的科技,不会研究中时空机器,穿越时空呢,最后说一句,连黑洞这个违反一切物理定律的东西都被证实了,还有什么是不存在的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